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 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灾与难 国会不该以政党之思区 避气候灾难 地球疲变了 最近各种恶劣天气降临世界各角落 从飓风 暴雪 洪水 热浪 强震到烈火 从美国东部到中西部 一阵阵暴风雪袭击各州 导致乌垮 数段 车祸和逆水身亡的不幸事件 而今春几轮洪水 密西西比河带来的泛滥 灾区 满目苍蝇 加州奥勒维尔持续干旱 据最新发布的三份报告 格外炎热的2021年 美国经历数十亿美元的致命气候灾害的冲击 伤亡一次比一次严重 何以致知 在从前 当科学将想把事件归咎全球暖化时 异常谨慎 现在他们已证实全球暖化是造成灾难的主因 如肯尼亚钢旱记录 英国冬天太阳的变化 以及对中国西南部暴雨研究等 都有实际的数据证明气候暖化影响 过去的天气指标已跟不上当前的气候变化情况 气候变迁将趋于恶化 气候暖化导致冰山溶挤 海平面上升 地球上许多土地被海水淹没 让居住的土地减少 所以全球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美国去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却上升了6% 更强风暴 野火 干旱和热浪已不断出现在各州 以至于此 一州州长签署了气候与公平就业法案 使全州成为第一个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州 华盛顿州州长要求立法者在2022年拨款6.26亿美元 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加州州长希望在未来5年投入220亿美元 用于电动汽车和充电站 以及其他环保举措 纽约州长的气候计划包括拨款5000亿美元 用于海上风力发电 并禁止在新建筑中安装燃气装置 各州都在灾难上有所作为 白宫也不例外 拜登总统所推出的Build Back Beer中 有关气候防范将在未来10年拨出5550亿美元 用于可再生能源和清洁交通激励措施 未从燃烧化石燃料 向可再生能源过度提供激励措施 如美国能实现 拜登提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削减50%的目标 气候变化条款就需要成为法律 那应该是两党共同关心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 国会里共和党人却因一党之私 没有一个人支持拜登的气候措施 那是匪夷所思的事 如果国会想拯救地球 共和党人需改变想法 让BBB法案在参议院先通过